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俄乌战争还会继续吗 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美国会直接出兵吗 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吗 打的要来了 打的要来了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什么新闻呀 布林肯在布鲁塞尔 说什么呀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的 一员 这什么呀 这就是俄罗斯最后的底线 看来要踩了 美国对此的支持 渐入磐石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腾贝格前一天也表示 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个核实 而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 只要实际成熟 他们就会宣布 乌克兰加入北约 怎样才算一个实际成熟呢 美国大选关键日期 还是在这个债务问题啊 美战 见底的又要突破上线的时候 或者说国规又缺钱的时候 或者说 这个股市啊 军工复合体 他们想要 开始啊 再次 把股价炒高的时候 这都有可能啊 这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么一个时机 这时候啊 俄罗斯可能就要宣布战争正式升级 这不是欧盟 这不是北约单单的对一个俄罗斯的问题 这是世界两极的战争 两极 哪两极啊 一个是所谓的民主自由的阵营 一个是所谓的独裁者阵营 啊 对 我就干脆把这个俄罗斯啊 跟中国呀 就统称为一个独裁者阵营 顺便把伊朗啊 给带上 把巴勒斯坦也给带上 把叙利亚也给带上 这是两大阵营的对决 鹿死水手 不知道 你要说有钱 是欧美国家 现在确实 这个生活品质啊 确实比中东要好 比中国 多少还是好的 但是真正打起仗来 这个战争的潜力的挖掘 就不好讲了啊 马上再展开聊 先把新闻大概过一过啊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周四在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表示 他说今年7月 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将为乌克兰构建通往北约的桥梁 照这么一说呀 看到没有 这个时间还没定 不是说马上立刻 明天 今天还是什么时候 不是 在7月份 为这个乌克兰构建通道 那现在4月份 5 6 7 你构建通道可能还要在8 9 10 11月份 到时候就美国大选了 美国大选了 你从这个权力的角度来去看呢 从大选的角度来看 他说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的议员 我们的目标是为搭建这座桥梁 贡献我们的力量 如果大家要是光看这个表面意思 你就被涮了 什么还要努力呀 搭建桥梁啊 这还不是背后的老板 一句话说的算 背后老板说明天就让他通过 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那必须得通过 但是说得等一等 得缓一缓 得让这个火慢慢烧 这个火锅呀 一口一口吃 部份大了容易扯着弹 重中之重 北约秘书厂建议制定一项 价值1000亿欧元的军援乌克兰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 我要离开西班牙 我不要在西班牙待了 还是1000亿欧元 1000亿欧元的远着乌克兰计划 那我们得掏多少钱呢 我在欧洲生活 我得掏多少钱呢 这1000亿里边 都是我们有我们的钱呢 我一看到这个 我立刻就炸毛了 对于英国和北约来说 将承诺将GDP的2%为乌克兰提供军备和支持 我靠 英国 对于欧盟呢 荷兰 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将GDP的百分之几为乌克兰提供援助 我去 我得赶紧走啊 我往哪跑啊 往哪跑 格罗夫太冷 我不想去 我也不想学俄语 美国吧 绿卡我又不在乎 我真的不在乎美国的绿卡 往哪跑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非洲 到非洲当酋长去吧 啊 我到非洲去当酋长去 算了 好歹就是说 到那边 咱这个黄种人啊 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啊 到一个自然好的地方 到一个不打仗的地方 啊 你跟他们在一块啊 就是交他一些东西 交那些非洲人一些东西 啊 他们还能感激你 给你封个酋长当的 给你派 送给你几十个黑人的女性 当老婆 是吧 扯远了啊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这有钱 好像 好像大家不用出钱似的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表明北约 安全关切 是全球性的 而非地区性的 细节不多说了啊 啊 瑞典正式加入北约 这是之前的信息啊 结束200年的中立啊 还有消息怎么说到呀 说现在这个美国中美国这个国会的这个议长啊 中文员议长 还是参与议长 反正是个议长 风头也都是风向怎么带的 要援助乌克兰600亿啊 你看看 美国要援助600亿美元 欧盟1000亿欧元 这加起来就是1600亿 然后现在 谁对倒霉啊 我还好了 我手中的这个欧元不多 啊 不多 真的不多 几千块钱啊 贬值就让他贬值吧 啊 实在不行呢 去申请补助 申请救济啊 然后呢 去教堂 看哪边有免费的食物 我就去领 我就去排队 我就拿个小推车 然后真的 就是说咱之前尽量不领取社会的福利 但是如果说人家真的是 你怎么要来来领福利 我直接晒给他看 你看我这个月只赚了800块钱 我交房交完房租水电 这一千多没了 我没钱吃饭了 我过来领点面包 领点大米 领点橄榄油 这不过分吧 之前咱 之前我平到一个月赚万二八千的时候 我没说我去领福利吧 现在不行了 现在到这么情况下去 我真的去找那些救济站 去领免费食物去了 现在这不是大子要来了吗 大子要来了 那后来这这后续啊 后续谁对倒霉啊 手中持有什么呀 现金存款比较多的人倒霉 首先啊 政府有可能会征收新的税 你银行里面 假如说超过一万啊 必须找你争多少税去支持乌克兰 很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的 你们现在跟我喊着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 等到他们从你银行里面画账的时候 画钱的时候 你别喊疼 在欧洲生活的 包括在美国生活的 如果美国在处的一个法律 我们必须得支援乌克兰 银行里面存款超过多少的 按照比例 百分之多少 扣多少过去 你有什么办法 你又能怎样 你又敢怎样 你又敢怎样 这是一个 不关乎他们的战争啊 关美国人什么事情 关欧盟什么事情 有关系 谁关系 背后的老板 关乎他们的利益 大肆收购优质资产 优质资产 这你们大子真的要来了 不行不行 我两天没喝酒了 我待会晚上我还得喝点酒 然后再吃点下酒菜 争取呢 就是说 能挨过熬过这么一个时期吧 做了出门的心理准备啊 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差 不会越来越好 那现在说到这里 大的要来了